尊重电影本身 还原真实剧情 大家好 这里是老阴斗看电影 今天老阴斗给大家换换口味 介绍一部根据古龙先生小说改编的经典武侠电影 三少爷的剑 9月19有时洛阳城外封叶林 自肃杀的秋风中走出来一个人 他叫殷十三 是这两年江湖中心尽成名的剑客 近来他来封叶林 是约了六大门派用剑的高手再次决斗 他的剑很快 无论杀多少人始终只用十三招 当殷十三把十三招用完 封叶林里已经没有活人了 起码看上去是这样 但殷十三还是感觉到了这里有别人存在 来人正是江南慕容世家的大小姐慕容秋迪 她来这里倒不是找殷十三决斗的 而是为了告诉她一个消息 慕容秋迪告诉殷十三 这世上还有一个人的剑比她厉害 那就是神剑山庄的三少爷 绰号剑神的谢小枫 每年有几百个拿剑的死在三少爷的剑下 如果殷十三想要当天下第一剑客 就必须打败三少爷才行 殷十三明知道慕容秋迪肯定是有所图谋 才穿夺自己去找三少爷决斗 但是他不能拒绝 因为一个剑客绝不能对不起自己手中的剑 翠云风旁绿水湖畔 这里是全天下剑客心中的圣地 因为这里有个神剑山庄 有个三少爷 百度的船夫仿佛见过太多像殷十三这样 渴望成名的剑客了 每次都是他送他们去神剑山庄 但是从来没有接过 那些剑客永远地留在了神剑山庄 当殷十三找到这里的时候 却得知了一个令他始料未及的消息 三少爷已经死了 殷十三于是把剑沉入了绿水湖 转身离去 时间一天天过去 一天 在妓院里打工的哑巴 遇到了一个叫阿吉的落魄男子 动了侧隐之心的哑巴 带着阿吉一起在妓院里做工 阿吉十分感激哑巴 格外珍惜有个能够吃饱饭的机会 所以他干活格外卖力 就算遇到妓女和客人的欺负 也从来不多嘴 时间一长 便得了一个外号 叫做没用的阿吉 阿吉也不是完全没用 就像他为了一个叫小丽的女孩出头 哪怕被包足弓戳两刀也不叫疼 可是阿吉的做法 引起了某些正在找他的人的注意 没有办法 阿吉只能离开妓院 离开妓院的阿吉流落街头 整整饿了三天 幸好遇到了一个好心人苗子哥 苗子哥不仅给阿吉介绍了一份卖苦力的工作 甚至还让阿吉住在了他的家里 苗子和母亲以及妹妹住在一起 妹妹在大户人家做丫鬟 不是经常回来 挣的钱比苗子在码头卖苦力多了去了 可是阿吉却发现苗子的妹妹不是别人 正是在他曾经在妓院里帮着出过头的小丽 小丽不是卖身的妓女 但在妓院工作始终是不好听的 所以便欺骗家人说自己再给别人做丫鬟 他请求阿吉替他保守秘密 阿吉答应了下来 他本来就觉得没什么只要是自己觉得快乐 当皇帝和乞丐并没有什么区别 何况只是在妓院里做工呢 本来日子就该这样平静地过下去 可是某天城里的黑帮白虎堂找上了门 要助拿小丽回妓院 在他们看来谁也管你卖不卖身的 只要落在他们手上 贞洁猎女都得变成荡妇婴娃 苗子一家怎么可能是凶神扼杀地皮的对手呢 母亲为了保护小丽 甚至死在了他们的刀下 阿吉看到这里再也忍受不了了 他出手解决了几个地皮 事到如今隐瞒不下去了 原来他就是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小枫 只因为厌倦了每天决斗不休的生活 才用假死退出江湖 江湖人的命运本来就是无根的扶平 自己是做不了主的 所以江湖并不是说退出就能退出的 这边谢小枫刚解决完地皮 那边慕容秋迪就找到了他 慕容秋迪想和谢小枫成亲 这样神剑山庄和慕容设家 就可以联合起来一同武林 但是谢小枫已经厌倦了江湖厮杀 而且这段时间和小丽朝夕相对 两人也见生情愫 于是选择了拒绝 慕容秋迪怒了 一边派遣杀手 一边在江湖上散布三少爷没死的事 谢小枫每日都要面对上门找他的江湖中人 不胜其烦 未必风头 便和苗子哥一家躲进了哑巴家里 谁知道慕容秋迪用钱收买了哑巴的老婆 出卖了谢小枫 虽然哑巴亲手杀了老婆 然后自杀向谢小枫谢罪 而且谢小枫也成功逃了出来 但是却深重剧毒 只剩下了三天的命 为了能和小丽在一起 谢小枫独自踏上了去莫愁湖 寻找话多后人的路 路上谢小枫请小酒馆里所有人喝酒 问别人 如果你知道你命不久矣 那么你现在最想做什么 有斯文的教书先生想要去嫖去毒 有为丈夫守接的寡妇 想要马上找个男人快活一番 谢小枫笑了 原来这世上的人活得都这么累啊 江湖人仿佛走到哪里都能遇到不平的事 可是谢小枫已深重剧毒 就在连自身都难保的时候 幸好一个乔夫救了他 乔夫的武功高得可怕 据他说 他年轻的时候总带着一柄漆黑的刀 那时候他还叫富洪雪 现在他已经看破了红尘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乔夫 谢小枫也想成为一个普通人 但是前提是 他必须得活下去才行 莫愁湖畔的话 我的后人已经死了 不过一身本事交给了一个渔夫 谢小枫最终还是被救了回来 当他欢天喜地地赶回家 准备和小丽过平凡人的生活 却发现小丽已经被人杀害 而苗子哥疯疯癫癫地 嘴里一直念着殷十三的名字 谢小枫目自尽烈 看来他始终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那把剑也得重新拿起来 南海风林 殷十三和谢小枫的终极一战 两人一见面却都愣了 原来两人都是书人 殷十三正是墨州湖畔救了谢小枫的渔夫 彼此正疑惑呢 慕容秋迪带人来到这里也说出了真相 原来自从殷十三知道谢小枫死后 就看开了退隐江湖 不再碰见 去墨州湖畔当了一个渔夫 当日慕容秋迪知道 殷十三阴差阳错地救了谢小枫的时候 就派人冒充成殷十三去杀了小丽 留下个疯疯癫癫的苗子 给谢小枫传递错误的信息 然后把两人骗到这里 再一网打尽 不得不说 慕容秋迪的计谋还是不错 但是他高估了慕容世家的吴丽池 最终还是败了 而谢小枫在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之后 想要和殷十三握手淹河 殷十三却不干了 还是要和他决斗 至于原因 只因为他是殷十三 他是三少爷 殷十三以为自己这么多年已经看破了 可是当慕容秋迪 把他沉在绿水湖地建给他时 殷十三就知道 自己并没有看破 不管是三少爷好 殷十三也好 也不管是没用的阿吉和渔夫也罢 人在江湖总是身不由己的 最终还是三少爷胜了 而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部邵氏出品的三少爷的剑 被誉为还原古龙风格最为接近的电影之一 导演楚言拍摄的古龙电影也是比较多的 而且无一例外质量都属上乘 这部三少爷的剑完全可以排在古龙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里面的前三的